我知道做傳媒 我不是讀傳媒出身的 其實我沒讀過書 我真的沒讀過書 我連中學會有證書都沒有 沒有的 我只有小學會有證書四科合格 很厲害的 關於沒有畢業證書的人 你又說你是工程師 那時候說 我有專業資格 因為我沒有錢 我家很窮 窮到我去過很小 因為我媽媽我婆 去捨米捨到人不肯捨給她 叫我去 那年輕人 住在油麻地 聽著劇 還是著劇 我是見證了有人自拖的人 我小時候是著劇 後來就是日本人做了人自拖 聽著劇 走去集貨譜 跟叔叔說 可不可以捨著 五斤米來 我們還有米譜 就是這麼窮 家裡沒有錢給我讀書 我讀 我讀到 中 因為飛機工程公司 招收學徒 我再考 為什麼要考呢 因為我知道沒有機會讀大學 不像阿虎那麼幸福 我不是他爸爸 他爸爸有錢 他爸爸有錢 他爸爸有錢供他讀大學 我爸爸沒有 我自己做企台 那你也有錢 你也有錢 在澳洲 你真的 我站著你哥 OK 繼續 他又收了我 給我做學徒 那時候很好的 那時候做警察 是四百塊 一個月 我有兩個選擇 一是做警察 一是做 做學徒 我說說是1964年 我知道你說什麼時候 一九五幾年 一二百五元 我很熟悉歷史的 因為老人家 舊的東西很記得 你問我昨天 有沒有見過鄭家富 我們想想 那時候我們有四百塊工資 有書讀 有書讀 他訓練我們做工程師 他給我們的考牌 給我們出國心做 我就是憑了一個機會 我考了一個工程師資格 那跟著移民了加拿大 那我在加拿大 後來回流回來了 我是有專業資格的 真的 我現在是工程師學會的知識會員 亦都是香港工程師學會 飛機組別的副主席 好